众所周知,中国古代皇帝在去世后,除了被刺士号外,后代子孙和大臣会为他们取庙号。 一般情况下,庙号的选择包括太祖、师祖、太宗、高宗、中宗、世宗、仁宗等。 由于庙号按一定次序排定,一旦确定很少会再做更改。 然而,在明朝历史上,第三位皇帝的庙号却由太宗被后人更改为成祖。 这一变动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呢? 大家都知道,明朝永乐大帝朱棣有两个庙号,一个是他亲儿子宏姬帝诸高持尊的明太宗,另一个是后世子孙家境帝诸后总改的明成祖。 根据朱棣的本意,他自然更倾向于太宗这个庙号,在他执政期间,多次北伐亲征在东北、西北、西南等地设置政治机构,管理边境领土,朝廷内部设置内阁, 加强极权,还派政和远游,促进文化交流,加强对南海的控制,组织边修、永乐大典、文职武功、经济国力都繁荣强盛,被后人称为永乐盛世。 从他一生的功绩来看,完全符合组织一尊号,但绝非家境帝随意修改的称作。 妙号在古代中国被用来追思逝去的皇帝,并且拥有一个严谨完整的命名规则。 通过一个字,妙号就能概括一个皇帝的一生,比如,神代表着明包事变,武象征着征伐平乱或击败敌人。 文则表示博决多才,人则表明仁爱之心,通常情况下,一旦确定妙号,就相当于定论,不会轻易更改。 然而,也有例外,就像曹瑞这样,在逝时就自称妙号位列祖的奇特帝王一样。 还有一位皇帝在去世一百多年后,被后代子孙重新更改妙号。 这位皇帝曾是燕王,继位后成为永乐大帝,明仁宗到明神宗加进十七年时的明太宗, 后来又改称明成祖,他就是朱棣。 作为一位以藩王身份意外登基的皇帝,朱厚总在位不久就面临困境。 在我的爸爸不再是爸爸,要把别人爸爸当爸爸的荒谬情况下。 古代的封建伦理秩序要求朱厚总与文官集团产生冲突,导致长达三年的大礼仪事件。 最终,朱厚总凭借至高无上的皇权和政治手腕,彻底平起了文官集团的反对。 他追认自己从未继位的父亲朱厚元为皇帝,并将其庙号定为明睿宗,供奉于太庙。 更令人意外的是,他将父亲的庙号排序放在了明武宗朱厚照之前。 朱厚总的理由简单明了,我父亲具备着崇高的德行,严寄到我的身上, 我继承了祖位,应当推崇父亲的地位。 这种简单而直接的理由,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具有强大的说服力。 与此同时,朱厚总却开始考虑修改老祖宗朱蒂的庙号。 他认为朱蒂的功绩与朱元璋相当,仅用宗来尊称有所不足,因此决定将其庙号直接升级为祖。 据称,朱厚总的理由是我为国家兴盛之事,皇祖高皇帝也。 中途遭遇困难,则我皇祖闻皇帝也。 二位圣君共同开创伟业,功德并存,应当被尊称为祖。 因此,114年间被称为明太宗的朱蒂,被晋升为明成祖。 在历史上,太宗通常是一朝中的第二位皇帝, 通常是在开国立业方面有特殊功训的情况下被尊称,仅次于太祖或高祖。 例如,汉太宗刘衡文帝,宋太宗赵光义,清太宗皇太极等等, 甚至像唐太宗李世民被称为千古遗帝,其开国公业超过了唐高祖礼元。 另一方面,祖作为妙号明显高于宗,通常只有开国皇帝才能被尊称为祖, 因为拾取天下为祖。 一般来说,称为太祖、列祖、高祖等级别, 大多数朝代对于祖这一妙号都非常慎重。 如清朝前四位皇帝中只有三位带有祖字的情况,非常罕见。 此外,称作为妙号,代表着功成名就或守成有功, 在历史上使用极为有限。 称宗仅有元称宗帖木耳和生前称为皇父摄政王, 死后被追封的清称宗多尔滚。 而称祖更是罕见,只有朱棣一人被赋予这一尊号, 成为其独特的妙号。 诸后宗改变朱棣的妙号之举, 同时也给自己的父亲上了妙号。 诸后宗与朱棣一样, 都是藩王晋升为皇帝, 但他的登基方式与朱棣所采取的不合法战争夺为不同, 而是按照当时的皇位继承顺序合法登基的。 诸后宗这样做, 主要是想通过提升朱棣的妙号, 来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, 展示自己这位小宗即大宗的皇帝的权威和实力, 向文官集团显示自己的威严, 同时也在间接表明自己将像朱棣一样, 开创自己的成就和工业。 尽管朱后宗有自己的考虑, 并不需要征求已故一百多年的朱棣的意见, 但如果站在朱棣的立场上, 他会更倾向于喜欢明太宗还是明成祖呢? 对于朱棣来说, 尽管他在文职和武功上有卓越的表现, 但其上位的合法性一直是他心中的痛点, 朝野间对他的批评与怀疑不绝于耳。 在朱棣刚登基之时, 就有人如方笑如对他不满, 即使在永乐十九年已执政多年之时, 依然有朝臣针对北京紫禁城遭雷击的事件大肆抨击, 将自然现象解读为神怒人怨, 以此表达对朱棣政策的不满。 因此,朱棣竭力为自己的皇位证明, 例如召集众多工匠修建明太祖陵墓的杨山卑彩以立碑, 以显示朱元璋的功绩, 尽管最终项目未完成, 又为明太祖和马皇后建造大报案寺, 以证明自己的皇家血统, 为了凸显自己的合法性, 朱棣声称自己是由马皇后所生。 然而, 后续的种种证据表明, 他的生母实际上是另外一位女性, 即使是在立除问题上, 朱棣也回归了秩序规范, 选择立自己并非所喜爱, 但符合伦理标准的长子朱高赤为世子, 尽管他更喜欢此次朱高絮, 据称曾向他暗示世子多病, 辱当免利治。 对于朱棣而言, 太宗这个妙号不仅是宗子辈中最完美的, 也是太祖的正统继承人, 是皇位的自然延续, 是最有力, 最直接的证明其合法性的方式。 相比之下, 成祖这个妙号看似地位更高, 但实际意义却截然不同。 纵观公业, 成祖与太祖相比, 虽同样开创极业, 但对于朱棣而言, 通过历经四年血战夺取的皇位, 成功将燕王一脉提升为皇帝一族, 可以说是再次创业。 若非如此, 朱棣这一脉最多也只是亲王, 甚至可能受制于建文帝而遭到削藩或清除, 而他在魏时取得的众多成就也可谓功成名就。 从这个角度看, 成祖似乎更为辉煌, 然而, 从封建礼法的观点来看, 成祖这个妙号实际上含蓄地表明, 朱棣是在另辟蹊径, 重新夺取山河, 将其非正统的国家统治事实彻底确立, 被一直致力于为自己证明的朱棣而言, 这个妙号绝非理想之选, 几乎等同于在变相地谩骂他。 朱棣登基后的种种举动, 只在掩盖他曾经的叛乱行径, 但最终被家境揭露, 如若在九泉之下家境与朱棣相遇, 或许朱棣会对他发火。 这位不孝子孙毁坏了朱棣辛辛苦苦树立的形象, 然而, 家境这么做也是为了维护他亲父的名誉, 这种做法也不无道理。